我们讲经大会有三个特点 我不是咬文脚字 从文法来告诉你 这个是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是 我们注重的是信息 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什么信息 信息跟知识不同地方在哪里 知识可能是古旧传下来 对现在没有什么关联的 信息就是现在你一定要知道的东西 我们盼望的圣经 不是停留在两千多年前 给人家学者研究 给知识分子欣赏的东西 乃是带有力量上帝的道 要我们明白当今应当做的事实 这叫信息 第二 我们的查经 我们很注重整个总原则的问题 所以这一段的圣经 跟全本圣经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那么透过整个 经就要的共同的了解 来明白这一段 这样我们就不会偏差 很多人好像读很多圣经 很多人好像很会引用圣经 结果你注意看的时候 都有断章取义 利用经文来达到他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那个不是解经 那是把意义 插到圣经里面去 所以这个英文可以说 Exceses跟Ansegeses Exceses用小群的话叫做释放出来 我们不用这个字 把它讲解清楚 里面的东西有奥秘 隐藏的奥秘 所以把它讲解清楚 这个叫做Exceses Exceses是什么呢 我自己要有一个盼望 要我的意识 那我就把我的意识加到圣经 勉强变成人家听那一段的时候 是照着我的意识来解释 结果人就离开圣经了 所以这个是很不同的 第三就是能力 就是神的话 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 所以这些信息的内容 这些总原则的教训 也发出能力 使我的生命受到改变 那这个也就是最后一点 关联 两千年前写的 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呢 保罗都死那么久了 他哪里知道二十世纪 他都不知道原子弹曾经爆炸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 今天的世界他哪里懂 上帝的话不是时代性 上帝的话是永恒性的 如果你把时髦当作 鉴定 辨别 欣赏 一个信息的基要的基本的话 那你会弄错了 因为所谓 每一个时代的需要 是一定会过时 所以每一个时代都盼望 把圣经丢到后面去 结果圣经把每个时代丢到后面去 圣经永远不落伍的 圣经上帝的话 永远不会随着时代被淘汰掉 今天你再讲毛泽东思想 没有多少人要听了 你今天谈你把拿破仑的理论 你没有人要听了 因为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品 也是被时代的淘汰品 因为它是时代产生的 就被另外一个时代淘汰 大家说时代产生 就被另外一个时代淘汰掉 地区性的圆领 就被普世的原则所淘汰掉 摩罕默德有一句话 他说将来有库尔玛树的地方 回家要传道 他不知道库尔玛树 就是在中东很多地方没有 他的话无意中 就把自己的具现性 把它表明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是人 人是有具现的 人是有地区性的 人是有时代性的 所以在地区性 时代性的捆绑之下 你没有办法发挥 那超然的勇士的东西出来 耶稣基督没有一句话是这样 耶稣基督所讲的话 圣经所讲的话 天地可废弃 上帝的话 一点一话都不可废弃 所以没有人可以淘汰上帝的真理 我常常用很简单的比喻 上帝造一个男 造一个女 结果就这样传宗皆代到现在 那么所有的男的数目 跟女的数目 造自然的生意力 所能产生的数目是差不多一样的 相差可能0.8%到2.5%之间 你不相信你去好好查 各国的人数男女的比例到底怎么样 那么哪一个多呢 女的多 为什么女的多呢 因为女的比较长命 所以男的还没有算他 他已经死掉了 所以少一点点 女的比较长命 因为女的比较稳定 比较慢 男的比较活泼 比较跳来跳去 反是快的动物都比较短命 大家说 反是动作比较慢的 都比较长命 所以你看大象 慢慢来 长命 乌龟更长命 兔子细摔一下就死掉 你就跳太快了 所以时代性 地区性的捆绑 使我们看见这个人的话 到底是人的话 神的话 上帝造了一个男 造一个女 然后他对所有的男人说 你们可以娶四个妻子 我就不明白 那个上帝哪里来的 他讲这个话的根据在哪里 然后他创造一男一女 然后叫男人娶四个太太 所以你能被真的死气过来吗 讲这一句话 你们可以娶四个妻子 自己需要二十二个 而且不明文的 还有三十多个人 所以这个完全不是 从神而来的话 我们讲经大会 注重信息 注重关联 总原则 也注重神的道 在超时代的意义中间 对我有什么帮助 阿们 所以你们听了 哎呀 这些话对我有帮助 给我一些启发 给我一些的指责 给我一些的应许 给我一些的安慰 给我一些的造就 所以我们从听到中间 享受因明白真理 而得到的喜乐 阿们 感谢上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